可以分享的 对 可以看到吗 听得到非常好 也看得到 看得到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也不用多介绍 我们今天开场嘉宾 是我们著名的先姐 李叶老师 西学中 以针灸和手法中医各项技艺 立足于海外 定居马来西亚三十年 在新马一带有良好声誉 他是微创界的小李飞刀 在中医圈中的 我们都叫他先姐 神仙姐姐 以真法神奇和清灵 知名于中医海内外 这是我们的李叶老师 李叶老师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 是耳聋耳鸣症的 真血探索 因为李叶老师 我的了解 多年来推广各种针灸和手法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也跟他学习了很多 请先姐 您现在开场 现在是打开了吧 打开的都看得到 但是您要从从头播放可能更好 这个就是从头 从头播放我们现在看到有旁边的东西 不过可以了 可以了 我这个就有旁边的东西吗 我这个是 现在是 可以了 继续讲吧 只有20分钟 40分钟吧 没有没有 你也40分钟 对不起 现在是第二页吗 现在是第二页吗 组讲嘉宾是40分钟 我们这是第一位主讲嘉宾 我想问一下 现在是不是第二页 现在不是 还在第一页 那就是没有给我共享 给你共享了 给你共享了 我怎么没有进到呢 您把它关一下 重新打开吧 可能是这个问题 对 您关一下 重新打开 我估计就可以 您再不行呢 我这里也有一个可以帮您放 但是最好由您自控 现在很好 大家好 我是李业医生 我今天带给大家的课题是 耳聋耳鸣症的真血探索 每一次讲座 我都提醒大家 要记住 大一精诚四个字 也提醒大家 要铭记 西波克拉第誓言 今天大家 看的内容比较多 时间级 因为我里面就是 加了很多的内容 怕大家看不清 写的字比较多 如果我都说了 可能就没有这个时间了 大家呢 要看见 穴位和要点的 自己喜欢的 用相机给拍下来 手机拍下来 免得就缺失了 如果听课中有问题 或者呢 自己有治疗耳聋耳鸣的经验 想分享的话 那么下午三点半 北京时间啊 来讨论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给各位的专家老师交流 我们互相学习 19号的早上 我们美国的星期天的早上 中国的半夜 也还有一个英文的讨论 也是耳聋耳鸣的 这一次我们就主题 就是耳聋耳鸣 由李叶老师开场 而且还专加到下午的一个讨论 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那么呢 我今天再给七个部分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中数 还有呢 大家不要在屏幕上画 让别人 这谁画的请给出去 大家不要画 因为一画的话 到时候别人拍摄的时候就麻烦了 有讲四个特效穴位 八个有效的配穴 还有多个经典的穴位 就我们大家经常 您没有翻到第二页哦 是又停机了吗 不同 不同 没有吗 没有 没有翻到第二页 可是我 有吗 这是大一经成那一页 现在有了 现在是中数吗 对 请大家不要讲话 现在可以了 中数四个特效穴位 我可以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解剖生理 就是这些 完了还有呢 就是多个的病案 还有呢 就是有几个试题 三个 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平时啊 很多的医师都问我 怎么去治疗这个耳聋耳鸣 所以今天自己的经验呢 讲一下 耳朵可以说哈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它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 很多因素都可以造成 听力问题 那我们临床中呢 就是耳聋耳鸣的患者 很多 可能有人说 哎呦 我不多呀 我就是说 一个月也没几个 可是有时候 我一天就很多 为什么呢 它就是 你治好的病人 它会带来同样的病人群 你们不知道 有 我们有这个什么 V信群 有 这个什么吧 中医的群友 但我们不知道 还有龙友 有名友 他们都有很多的群 他们很烦躁 找不到很好的医生 有时候他们找到我 我也没有时间 老给他们针呀 有时候缠着我 我只能 见过面 只能针一针 但是呢 我解决不了 这么多的人 而且呢 我也不可能 每个人都是一针 就给他治好了 因为我们知道 耳聋耳鸣的这个 发作 还是引起的原因 是很多的 有的甚至是不明原因的 所以呢 我们呢 都要给一个 比较长的疗程 要不然呢 一次两次 那是我们装大运 可能 就是一个月 装了两个 或者一天 装了一两个 可是呢 不是说 每个病人 都是说一两次就好的 应该有个比较长的 疗程 甚至要 一个疗程 两个疗程 三个疗程 这样去做 当然我一般都是定到 十次 一般没有再多的了 一般都是能够解除的 当然你就是说 要有足够的耐心 每次要跟病人 要交流 要看他的感觉 那么我们就说 他人口中有10% 是有耳朵的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老年性耳朵的 实际上呢 有报道是 30%到60 甚至还有增多的趋势 好多人呢 可能是他 根本就没有去求医 为什么说要更多呢 根本没有求医 他的耳朵已经不好了 但是呢 没有完全聋 他就没有去求医 或者有些人呢 完全聋了 他也就是觉得 老年性耳朵了 他也觉得 我老了 没得医了 其实很多的 还是能够医的 后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这方面的例子 很多的 那么耳鸣呢 就是说自己 听到 却没有办法 确定来人的声音 医学上呢 给分为主观性的 客观性的 耳鸣 还有幻听 甚至我们临床中 也见过 哪里的 影响因素啊 有外界的 也有内在的 我们知道啊 他这个耳聋耳鸣呢 一般都是 办法存在的 耳鸣的患者啊 不要以为我只是耳鸣 有的人呢 时间长了 他会持续性的 听力下降 其实呢 也有这么说的 这耳鸣呢 是听力下降以后 对于声音的剥夺 就是一种 就是给占有了 给剥夺的 但是呢 这都是各家学说了 反正这个呢 群体非常大 那么我们大家 把这个掌握好啊 说实在的 我们的闻诊中 病人就会特别满意 咱们不说 皮膏门诊量啊 什么收效啊 这个说起来好不好 不过这也是个 很实在的问题 因为这是我们 中医的强项嘛 我们干嘛不要去做 我们知道 贝多芬是历史上很有 就是最有影响的啊 那个音乐家 他一声中呢 他就受到了 很多这种这个 耳聋的困扰 甚至呢 一度有 要刺杀的那个念头 中医呢 有这个中药 针灸 还有呢 就是手法治疗 西医呢 有手术治疗的 但是都说不太理想 还有高压养仓 大家也知道 又贵 而且呢 不是每个人 都是有痛 还有呢 就是震惊药物 用的是最多的 临床医生 都用 这有一种 就是音乐覆盖疗 就是让你听一种音乐 它可能就是 你是根据你拿中耳鸣 它呢 就是这样子呢 去给你这个什么 作为覆盖 一天 一个小时 这么听 听了以后呢 就是说疗效能够达到 80% 我没有尝试过 我在针灸中呢 我觉得 静耳穴是治疗 耳聋耳鸣 特别有效的 一个穴位 我们平时还看到 噪音性的耳聋 这就要改变 生活环境 还有老年性的耳聋 那我们要 重视预防 不要等到 它聋得特别厉害了 才去什么的 就是这个呢 就要治疗三高症 改善微心环 补充维他命 还有 注意我们好多老年人 耳聋实际是耳朵力 被堵了 它有叮咛在里面 很多的老人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不要戴那个耳机 听音乐 听得很大声 看电视很大声 这样越来越吵 自己的耳朵就越来越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颈圆性的耳 我们把颈椎 给它纠正了 它呢就 用手法纠正 不是斑 斑的话 根本就是 效果可能是 暂时性的 但是以后可能会再来 而且可能就根本就没效 很大部分的病人呢 他存在着结构异常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 那个多的 其实无论你什么原因的 多数都是跟结构有关系 在这个上的呢 就是 我们可以就是听 李朗传老师的 他有很多的文章 还有书中都有 讲到这个结构异常会引起的 为什么会引起的 在这儿 我可能是 能够透明用一点例子 但是呢 我不可能把这个道理 给大家讲明白 因为挺深奥的 在治疗上呢 一般是细而高调的 我们都知道 哎呀 这种呢 就比较难一点 冷吵的那种 反而这种倒好 那么我讲四个特效线 就是建尔线 一封线 听公听会 你选一个 还有那一封 有些人就说了 一封线 听公听会 我都用过 根本不好用 但是 没有掌握技巧 因为呢 掌握了技巧 还有呢 你的针法 这个掌握 它的一个是张力来源 还有呢 它的层次 效果就好 另外那一封呢 你们是没听说过 这是我起的名字 是我自己摸索的后面会讲 那么我们可以看 建尔线在耳背后面 它呢 是顺着这个过来 不要在这个钩上下针 一定要在耳背 超过三号米 这样下针过来 沿着这个钩 完了再拐进 就往耳道的方向 是平行 不是进耳道 不是空的进耳道 那没有用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群形 是跟耳后的这些学 血管神经 都是相符的 还有经典的一些 耳后的这些学位 有关 听力的 都是有相符的 大家可以看 大家自己拍 自己拍下来的话 到时候就不容易漏掉 建尔线是真言院 真言所的周永贤主任 他传授给我的 这个呢 位置在耳背 上面啊 耳背上面 他的这个 下针 他要超过这个 三号米 刚说了 针尖往下 一到耳洞的水平 然后再转向 耳洞的 那个方向 先到耳洞的 这个水平 再转过去 是什么呀 你会觉得一个针感 好像又要刺到 我耳膜了 或者说 哎呀 有那个发热的感觉 这就对了 那个周主任呢 是用的一寸针 他给我针的时候 是这样 我是用的0.3 呃 成一寸半的 我觉得这个好用 要在皮下 不要刺到软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要要严格消毒 软骨一旦死伤 或者一旦感染了 这个呢 是大麻烦 你就拿来赔钱吧 这个真的是麻烦 那病人 就会终生的痛苦 我们呢 呃 都是采取座位 或者俯卧 或者侧卧位的体位 啊 又谁把这个 啊 又有人滑了啊 一般留针30分钟 当然可以长一点啊 有时候很不容易来 你给他多留一会儿也行 有些人呢 我给针了以后 他们就一直上课呀 干什么的 几个钟头舍不得拔 小孩子呢 就不用留针 还有呢 就是有些精神上比较烦躁的那种啊 就不留针 集中症的可以 针两侧 万幸的呢 就针一侧 十次一个疗程 隔天一次 你跟病人说 病就是这个疗程久一点 你说你得了这么多年了 所以我给你治疗 去病抽丝嘛 病人呢 他们都是 懂道理的 所以说明白了 他们一般呢 就有耐心评价 很多人呢 就跟我说 呀 我学了这种不管 因为我就针不出来 你是 你一次 你还在学习阶段 你针一次没笑 你就以为针不到了 你要用心去找到这些窍门 我们要在皮肤松弛的地方 耳背的 松弛的地方下针 或者呢 它都是紧绷绷 你给它推 把这个皮 推出一点门来 你下针就松了 你就可以沿着皮下走 这样就制造了一个空间 你疗效跟你自己的手法 有关系 当然还有跟你针究技术 另外要特别的注意这些针感 因为针感是特别注意的 那我们看见耳蟹 就从背面看 是这样 这真人的耳朵 这是呢 就是耳垢与五湖之间的钩 一定呢 这个穴位与这个钩之间 要超过三毫米 有时候我说差不多七个毫米 什么的 这样子针呢 效果比较好 那么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个一峰蟹 一峰蟹是蛮经典的 大家都会用 它的下面啊 就是 净乳孔的出口 这个地方呢 就是 如果我们针这里啊 其实对于面摊 也是很有效的 那一般的呢 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阶级 可以找到反应点 这样子顺着反应点来针的话呢 就会更那个什么 就是更准确一点 我呢习惯在 就是说在这个耳后面嘛 在后面的地方呢 我们张口 你看在鼓上头 张口 它一个比较容易近的地方 顺着耳道的方向平行的 我们去竞争 不要紧张 张得很大的时候啊 它可能就 筋膜着张的 就是张力太大了 你效果反而不好 你要一个松 要空松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呢 你们想看深度啊 还有它的字法 还有一些这个原理 大家可以去看针灸学 那么呢 我下面再讲一下 听功听会 听功听会这里选一个 我们可以 就是到时候也是说 看情况吧 因为每个人 他不一样的情况 他这个张力点 不见得是在 听功或者耳门 或者听会在这儿的 他呢 根据他不同的病情 你筋膜着张力 他哪方向来的 你摸的时候 他张力不一样 所以呢 你摸到那个点 就准的 还有呢 你要真到那个层次 有些人主张深 很深很深 不一定 我可以真深 但是我不建议你真深 因为你万一方向错了 可能你会出事 而且我现在真都不深 我们可以看到听功啊 他跟这个前面 涅浅静脉 当然也叫涅浅动脉 还有这个 耳前动脉 它是一个 名称是那个不一样 还有呢 就是岸电神经 还有这些呢 这个后面呢 还有这个动脉 耳后的动脉 还有呢 这个耳大神经 这个再还有 真小神经 它就是跟这个呢 都是很有关系的 它这个 这些的分支 耳大神经分支 它还会有往前 这么分支过来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节奏 那么呢 如果呢 就是我们大家记住一点 如果是 有这个很细小的生理 很不容易好的这种 你一定要真一个穴位 就是听咕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避开动脉的活动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 那一封 我过去呢 都给病人针 没有给自己针 后来这次我给自己针了 疗效 真的不错 就是在什么呀 耳甲停 就是我们这耳朵呀 在最下面 差不多内分泌 那个地方 那个区域 我们这样摸 它到一个最底的地方 我们在张嘴 它就有个更高线的地方 那么我们从那里竞争 不一定哈 在这个说是耳道的前 在前面它有骨 比较难进 而且呢 再往外就皮了 所以呢 就是在 我摸着啊 我觉得是稍微的 是耳孔的下面 稍微的往后一点的方向 我摸着自己针的时候 好像是这样 大家可以去 看看自己临床啊 去尝试一下 张口取血比较好 不要特别大 就是跟刚才那个原理 是一样的 那么呢 我们都是用0.16 一寸针 耳朵里有感应就可以 它的针感传到耳朵里面 而且呢 感到热 有能量流动 这样就好了 有能量流动 它耳朵里面的 银巴呀 还有这些听神经啊 周围的微循环就好了 有微循环好了 它就是 如果你把筋膜 它给它引动以后 它呢 就会有一个 顺张力梯度的 一个能量流动 这样子呢 就是局部的循环呀 能量的那种流通啊 就好了 这样就 还记着一点 反正不要深 一般用一寸的 是不会针到耳朵 除非你拼命往里钻 又感到是小孩子 或者耳道短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注意 一定呢 要往耳道的方向平行 这样针 而且不要过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能够比较看到底下的 就是这样去找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一般来说 是稍微的往后一点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往前 可是我们看一下病人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靠后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结构不一样 这个不是绝对的 那么我们哈就是 配信 配信呢 也是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就是头针的硬听期 这个可以加一个周隐贤教授 就是有时候加这个硬听期 我还加外观 是用对策的 还有帅骨 还有心无血 心无血能够 使这个骨管 就是骨使 内外的这个气压平衡 这个很好 而且呢 对于面摊也很好 还有大插械 有人就说了 你用大插械干嘛 这不是那个 真睡觉啊什么的 其实呢 其实这是蛮有效的 这是左老师啊 左长波老师发现的 他发现的穴位 我呢 把这个用于这个失年焦虑的耳聋耳鸣 效果非常好 或者呢 我们用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加上价屑 同时加也可以 或者呢 用手法都是很好的 另外特别特别有效的 就是耳后针小神经 耳大神经分布区域 它是像树一样 这会交叉的 在里面找到敏感点 或者筋结 顺着筋结的那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顺着筋结去针 这很好 疗效特别好 后面我会讲 还有呢 赤脉屑周围的筋结 这个呢 还有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723 后关节突关节 把这里 一般的是 它有一个方向 有这个 就有这个阳性点 我们把这松解开 就好了 不是用这个针刀和皮针 去给它 那个什么 切断 这样它张力 好像就是减轻了 高张度减轻了 就是这个不好 其实真正的 有经验的微创老师 他们是用的是松解 而不是去切断 所以呢 说什么 要到骨膜 要是横的切几道 竖着切几道 再从底下铲 这个说实在的 这样子呢 可能它当时比较好 以后可能有些问题 而且呢 有时候容易出危险 当然到骨头上 好像就我摸着倒骨 这个就不会出危险 但是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疗效 对吧 还有呢 一种就是 美尼尔的耳鸣 而且它头晕 特别厉害的 那我有一个点 当时就好 是什么呢 西腕的 横头肩 我们呢 用针到贴近骨 就横头肩这边 阳性点的时候 给它松紧开 这个呢 要有你横 要有特别好的 这个解剖的 你的知识 要不然你别这样 你用手推吧 好吧 用针就针还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哈 就是说 不要用很粗的 很粗暴的 那些手法去做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 经典穴位了 都是跟三交经 与胆经的 那个有关的 因为呢 它都是寻耳 寻经的 但是特别要注意 阴阳虚实正厚 你要是用错了 可能呢 就不肖 我们常用的都有 中主 峰石 辖西 还有呢 玄中 公孙 杨龄泉 这都可以随正的配用 自己呢 根据你情况 你不要这样子 别看我今天这么多穴位 你夸全针上了 有时候我讲座完了 大家一听完了 他把我所说完的 所有的都加上去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加 我说的 我怕不好 我这里讲了 我单针毒穴 疗效好 一般我用单针毒穴 有时候不孝 我们再加一些穴 或者呢 看他的情况 给加一点穴 绝对不要这样子去 就是群工了 那就是我来了一个机枪扫射 没有这种必要 除了有很多金结的 我后面有照片 要处理的 那个呢 就用很多针 刚才我不是有这个图像吗 那个呢 就是用解的金结的 那么呢 杨龄泉 对于针对气血 预质型的很好 他可以调气嘛 可以调上下 我们也知道 然后呢 就是摆会和大锥也不错 完了呢 还有这个玄中穴是随慧嘛 所以针 还有都可以开耳窍 这个大家呢 要记住这一点 我通常呢 会就是针完了以后 在大锥穴 就是看穴刺穴 一周一次 大家可以看 他很多的穴穴出来 大家看 这个都不是好穴 有人说 哎呀 这穴穴 你这么做可以吗 你看出的是穴穴 旧穴不去 心穴怎么来 对吧 那么呢 我们要知道解剖就是 听觉器官有 外耳 中耳 内耳 当然还有听神经 和听觉珠说了 这是一个动态的 不过在这呢 我就没有用上动态的 因为我们大家 没有时间这么细讲 那我们只记住一个什么呢 这个外耳道 它长2.5厘米 这样子呢 我们针的时候呢 心里就有把握 不要说针过了 不要针到耳膜 耳膜是这里 可以看到 这个呢 就是那个 它的直径是 0.7厘米 有的人会长一点 它的外耳道 有最常说的 有到3.5厘米的 但我都不听 我就记住这个 2.5厘米 我的一寸针 不要针完了 我就针不坏 这么记住 大家这样心里 有点怕怕的 你就这样去 一寸针 不要给它针完 它就不会出事 就是说 在局部针的话 比如说我们针 另一封的话 要是呢 这样子 我一寸半的针 都是很安全的 当然我不是说你啊 我针得很安全 因为我是绕着弯针的 你要是直接针 我就没有办法 这个病人呢 他是一个 我忘了他是巴士司机 还是售票员 这是针到第三次 完全不耳鸣了 他本来是一个 很严重的病 有肾病 有很多 还有尿酸 很多的事情 但他看我给别人 针这个耳聋耳鸣呢 他觉得特别好 他说我耳聋 个别严重 而且我也耳鸣 他说你过去 我说你要出了什么事 怎么办 因为他特别严重的 那些人 后来我给他加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 其实这个肾和这个耳 都是很有关系的 这样子呢 我就给他加了 治疗油 他还真很有效 我就用的 健耳鸣 低风鸣 大家可以拍下来 听会 孕听区 帅骨 还有呢 C23 后关节 脱关节 这阳性点 然后呢 第三次他就好了 就不再用这个治疗 他后来只有来拿点药 什么的 是他治肾病的 但都很好了 我这个 大家看 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 为什么说经典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同一天的三个病患 而且呢 都是非常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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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差不多 同样的地方 而且我们看到 我都针了这么多针 为什么 就是因为呢 他们这都有经节 因为他们太顽固了 都是特别顽固的 那我呢 就只能 这么去做 他就是一个一个的呢 就是去 这么针 都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呢 针到这时候 他也是说 耳 耳都不响了 这个呢 也是针到这时候 说不耳鸣了 这个针到这 他是左耳鸣 他这次已经好了 左耳鸣 他光是针这边 但他的耳聋 原来完全听不见 他说好像听见 我再用小声 跟他说 他还是能听见 大家给拍下这张 我都不讲那么多了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耳朵 后面的神经啊 还有一些血运的 都是呢 这个是那个下颌关节 这儿 下颌关节紊乱 也会造成 这个耳聋耳鸣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都是很相关的 这些 那个解剖 大家平时要多看 这个胸索乳突击 平时多看一下 把这个拍下来 那么听神经的组织 它有它自己的血管价格 我们知道 改善了微循环 改善了淋巴循环 那么它能量 就是流动就好了 这个呢 耳聋耳鸣也就好了 我不说那么多了 我看时间好 怎么过得这么快 刚才可能说的太多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 安利的第五个 放疗后耳聋的 他呢 做了放疗三十五次 化疗六个疗场 这样以后失聪了 他因为第一天来的时候 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 当然打完麦以后 他说我明天再来针灸 果然你给我一分钟 我呢 没有留针 给他针了一个戒尔穴 第二天针灸的时候 他没有带着助听器 就跟我能够沟通 我说 怎么没有带助听器啊 就能说 能听见 他说我昨天 他差不多十二点针的吗 他说我回去四五点钟 就能听到 他一共用了两次 包括这次就好了 那么我们还有一针 就能治耳容的 也是老人 老人呢 就是八十二岁的 他来看肩膀痛 问诊的时候 他不理我 再问还是不理我 后来他的女儿说 他妈妈是完全听不到 我说这个可以针啊 我给针肩膀的时候 加了一针尖尔穴 他就能听到了 他非常高兴 他跟我说 我女儿说话声太小 你说话很大声 我能听见 所以大家都哈哈打笑 他女儿也是 那么我们看 同样的还有更高龄的 八十九岁的老奶奶 在新疆我们一诊的时候 他耳聋二十多年了 脑鸣 整个头都觉得转 我针了一针尖尔穴 老人觉得耳朵能够 就是感觉到热 也听到声音了 说耳鸣好了 很多 他一直几个小时都不离开 他的女儿带着他来的 也特别的高兴 那么呢 还有呢 公孙穴 刚才我说了 这个也是能治耳鸣 当初啊 就是刘德惠老师 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呢 给我示范了一下 针就能一针 公孙通到头 我跟小姑娘们说 小姑娘感兴趣 我呢 正好赶着来一个老婆 或是耳聋耳聋的 我呢 就给他们示范了一针 示范上去以后呢 老人能够觉得 跟着我的 这个 在他脚下面 针 其实很轻很轻的 他的左耳是跟着一跳一跳的 针了几次 老人的听力大大增加了 原来完全听不到的 那个左耳朵 也能听到说话 还有突发性耳聋的 也是效果挺好的 当然我觉得突发性耳聋 这就是在我们来说 就是最简单的 有一个同学的 太太非常漂亮 突发性耳聋 不知道是半年 还是一年了 就在这个课堂 课下 我给针了一针 然后呢 他就能听到了 而且呢 过了两年 我再碰到他先生说 他的太太完全听力正常 那么如果我碰到 抑郁失眠 耳鸣脑鸣的呢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人 他是个抑郁症 那么我就是先用 大插条理 耳鸣的基本消失了 但是脑鸣是减少了 然后我呢 就是再给解开哪 B脑 就是三角七下这边 我们B脑的这个地方 还一解开 把他的手 我是用的手法 这么解开的时候 咔哒一声 他所有的症状都好了 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一点 这个横轴 就是林兰传老师所说的 横轴会影响到 所以我们要把他张力 给弄到平的时候 给他调好的时候 他这个呢 就明正 就是 而解了 还有呢 小孩子可以吗 但我这个看他 看得到 这是两个双胞胎 他的妹妹 说那个耳鸣 他妈妈找我 说因为我正吃饭 他说孩子耳鸣吃不下饭 那么我说生气了 把小孩子点点头 我不是从他脸上看的 也不是打脉摸的 我是从结构上 摸上 就是我检查的时候摸到的 完了呢 我给他解了舌骨鸡啊 什么好多周围的张力以后 他说孩耳鸣 我再给他对好中轴 就是我们的脊柱啊 和头盖 再把这颈椎都调了 所有的张力解册 他说孩耳鸣 这是什么问题呢 小孩子 他还在生气嘛 他想让爸爸妈妈注意 他还是在生气的过程中 我就说 那我用针吧 他就怕了 后来我说 那我再给你用手调一调 如果不好 我再用针 他就同意了 我就假装给他调了一下 其实没调 他就说好了 我们大家有时候注意点 要是小孩子 有时候有心理上的障碍 因为我是小儿科医生嘛 所以我比较会对付这些人 还有呢 就是这个就是我了 最后我来说一下这个 我在疫苗注射以后 出现了很重的问题 复试 差不多两个月 然后呢 我去检查的时候 他说让检查听力 我说干嘛检查这个 但是我钱交了嘛 一千多块 他是所有的这些包括了 我就查一下 结果说我右耳没有听力 因为我是知道耳朵听力下降了 就打完针一口 我不知道我这么严重 当然耳朵很厉害 后来呢 我用了一些能用的方法都用了 我自己呢 最好用的就是这个内衣锋码 我的针 还有呢 我的师弟小勇啊 这个沈小勇师弟 他是那个山中医的博士 他跟我说加上玄中 给那个揪 我这样一天揪一次一次三注 这样子呢 揪了五六天就好了 另外呢 有一个医学博士相当出名的 他也是这个疫苗以后出现耳鸣了 他的针法很好 自己给自己 我就跟他说了说 他自己很快就针好了 他在群里分享了 当然这是你如果你针法好 你就好得快 那你自己什么都懵懵懂懂 但可能呢 效果不好 或者根本没效 不能说别人 那么呢 就是紧原性的耳鸣 我们就用手法给他调整 还有呢 如果有结构问题的 根据全身的筋膜张力来调整 大家可以参阅这个林俩传老师的书 还有呢 他的脸书 很多很多的文章 大家去看啊 我们看一下这些视频 那个什么 你怎么样了 这这样 我视频示范完了 这真是很管用 是一个老中医交给我的 非常好 其实上那个 我们在这儿 比较空性的点 其实这样很容易 很松的 完了这样过来 现在耳鸣比较有感觉了吧 对 耳鸣怎么样了 那我们看吧 这是抑郁耳鸣脑龙的 他呢 到医院调取治疗 吃很多药都没有用 还浑身有震颤 其实我很多 我还会调这个 面和关节呀 还有调耳道 这张力 给他把视顺了以后 给他对上 那个难度比较高 那个难度太高 所以我这个 示范 大家也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我的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不用那么靠前 可是他呢 因为太僵 我有时候叫给他松动开一点 就是来回给他松动开一点 这样他就慢慢的顺着我了 而且呢 他靠着我 他就比较有安全 大家看啊 这是全程治疗 这么严重病人 全程治疗 大家注意听他说 来看看耳朵还响呢 看看耳朵还响呢 不响了吧 其实呢 还有些病人来了 我就是做下手法 也是住院的 做完以后 他转过头来 哎 怎么不响呢 其实是 真的是疗效很好的 还有这长羹组以后 那个耳鸣 而且头痛头晕的 也是呢 用些手法 这样做 就好了 当然要把肚子筋膜调了 那么呢 我今天讲座 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午三点半见 好 谢谢傅博士 谢谢王主席 非常感谢李叶老师的